欢迎回到警报现场 美国被调降信用平等 到底对台湾或全世界的冲击是什么 刚刚我们在前一段的时候 张春雄教授特别指出 其实在美国的政治发展的过程中间 每一党执政的时候 都是会留下很多 就是希望增加社福开销 但是又不要加税 那不只在美国 台湾也是一样 谁敢加税呢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债务就越堆越高 那美国的债务当然就分配到全世界 去受到冲击跟影响 那请陈教授要不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您认为美国的常债能力 或者说美国所欠的债 有没有问题 就是我非常同意这个 张老师的讲法 就是美国的政府的债券 是绝对不会违约的 这个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 这个因为这个 就刚才提到 就债益美金就可以了 但是他违约的话 这个对他们的财政部长 盖特那也提到 这个是没办法去想象 这个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 我想这个威胁会说违约 我想这是应该是一些政治语言 不可能会违约的 但是我想这个政府会违约 其实跟人一样 但这个我们要分析它 为什么会违约的原因 而且还有违约化应该怎么办 那我想呢 这个我们这个学术界提到 这个一个公司或是个人违约的话 那你有什么办法来去解救 第一个 如果用政府的角度来看 就是要高成长 再来就是低利率 那这样他才办法还钱 再来就是高通货膨胀 因为通货膨胀率高的话 我以前的这个 就用钞票 我的钞票我就可以还掉 我用这个比较就可以还钱了 然后这样就是国际救助 人家就是人家来救我 或者干脆违约 那我看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财政的shrink 就是政府支出减少 不过我看到这个六个方法里面 可以用的大概没有几个 因为美国不可能要求国际救助的 然后也不可能会违约 那剩下就是高成长最近恐怕 也不太能实现 那所以可能就是 美金的购买力会让它下降 就是美金的这个power 就是它的力量会变少 那但是问题是全世界各国 都拥有美金的这个资产 很多这个中国大陆 日本甚至我们台湾 那这个很多国家就会紧张 所以我想呢 这个未来的美金的这个走势 我看就是应该会相对会 不过还是回到刚刚陈教授提到 就是说你不买美金又买什么呢 你不买美国的国债 你还有什么选择性 那么这方面我想张老师有意见 我表示 其实我们过去的金融是 帮助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 可是呢 这几十年来很遗憾的 现在金融不然不是经济的动力 反而是经济的乱源 反而经济乱源 怎么说呢 因为你这个经济发展的结果 累积了很多资金 可是呢 这个这些资金呢 在这个经济发展国家 已经没有足够的 这个充分的再投资的机会 但是呢 落后地区的人 他们又不敢去 所以这个钱呢 变成跑到金融市场 做金融游戏 我们刚刚讲说 就是玩金钱游戏嘛 那金钱游戏的结果 一定就有投机炒作 就有这个 好像这个 垄断的这些 这种事情出来 所以呢 这个就会有脱墟前向 这为什么这个金融 这个风暴呢 会持续出现 因为你炒作的话 就炸种高 这个泡沫 泡沫破了以后 就重来一次 这个事情 那么另外呢 就是中央银行啊 在这方面又推波住了 本来中央银行的功能呢 是要维护货币价值的稳定 这是中央银行传统的一个 最主要的职责 可是呢 这几十年来 中央银行的这个政策呢 被这个经济跟政治有拖累了 那么 每一次的经济的衰退的时候 中央银行就用宽充政策 降低利率放松 那么你用放宽 这个货币的方式来救经济 结果这个钱呢 跑到哪去 又跑到了这些企业组 跑到这个资本家 跑到金融机构所中去 这些钱呢 并没有回到真正实质的投资 而又涌到了金融市场 变成油脂 就二性循环 二性循环 然后第二个呢 这个更糟糕的是 用这个发行货币来救财政 这个在历史上来讲 中央银行是绝对不能够用 这个发行货币的方式 去解决财政问题的 可是呢 现在呢 美国带头 这个中央银行出面 买这个政府公债 买政府公债 那你等于是用印钞票 去解决财政赤字 这个的话就很造成恶性循环 所以现在呢 这个美国中央银行手中 爆了这个大堆的美国公债 他现在呢 已经没有办法这个脱身了 所以呢 这个情况可能又越演越烈 现在这一次呢 大家也束手无策 对啊 没有说 因为他已经陷入这个泥脑里面去 这个中央银行已经跟这个 整个经济的这个乱局的 缴获在一起的 他无法脱身了 所以呢 这个中央银行现在呢 货币政策也失灵了 所以不断的结果就是什么 通货膨胀 所以通货膨胀 现在整个之后 各国都是一样 像这个这个好像显著的 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通货膨胀 中央要束手无策 好 那聂老师你觉得 是不是这么悲观 我我现在好像还是拉回 这一次美国国债 为什么没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啊 美国它有它的特殊性 它的指标作用 当这个标普啊 就是标准普啊 斯坦普呢 把它降平等的时候 甚至他预期说下一波 可能进一波要降 进一步要降 造成金融面前投机或投资客的恐慌 所造成这次股市大跌 但是也是刚刚讲 可能有点overshooting 因为它不会倒 为什么要那么紧张啊 那么当然其他还有另外的原因 就是它举债上限放宽 因为这是惠普70年来才帮一个国家调低 那美国在1917年之后的第一次被调降 它有一些特殊性 那么当然其实这一次还不止如此 因为他们还要求了它削减财政支出 因为削减财政支出 就会在经济面造成其他的负面的一届展望 因此其实我们看到另外两家 并没有把它调降 我们认为它不会违约 他们也认为不会 可是都做了很强烈的负面展望 所谓的prospector在负面展望的时候 就造成投资客是去看他们各个家 即使这一家都调降 另外两家没有调降 但是负面展望造成投资的恐慌 那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个hearding effect 这样的学术里面就有群聚效果 也就会造成那种 我们叫做行为财务学 才会这样的一个crash掉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 应该是比较短一点的 至于刚才张先生所讲的宽中政策 这种金融海啸以来所发生的 而至于通膨的话 其实美国并没有通膨问题 是比较没有 它通膨会发现金专售或者新进国家市场 尤其我们看到对面的中国大陆 它存准率已经到了21.75 或者它的利息 因为它不能从利息的地方来升 是因为他们升息的话 他们国债就欠了很多 那不管怎么这是新银国家 但美国它并没有通膨的问题 比较没有 美国它把通膨输出给其他的国家 对它输出 但它现在这次的crash 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刚刚讲宽中 像张耀在这里分析的很多 也很清楚这金融或者经济面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 金融海啸下来一路的延烧 但我还是针对这个国债问题 要告诉这个 因为他们当时国债都敲起了14兆 其实我们分析一下 2002年的时候 它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兆吗 那它在6年内升了很多 它从4兆5兆就升到了10兆 2008年10兆 现在短期3年升到14兆 这也是一个 大家对国债特别敏感的地方 所造成 对 在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 那时候债券是最少最低的 它几乎债都已经快解决了 对 没错 不行 又把它整个又搞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 就是整个经济的结构就坏了 对 我呼应他这个我们张家兆讲的话 克林顿什么时候当总统 199 他是在12年 2000年到2008年 对 2000年到2008年 这两年 它的确就像我刚刚讲的 2002的时候只有4兆5兆 对 结果2008刚好 欧巴马 对不起 那个是不虚的时候 就开始一直拉到10兆 2008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请教一下陈教授 刚刚提到其实蛮多都是政治因素 就是说谁来治理这个国家 那么政策是怎么样 那么社会福利的支出等等 那么使得这个债务不断的扩大 然后就转价给其他的国家 你怎么样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就是 共和党跟民主党他们角力的问题 共和党他们当然传统上都是对富人 他们就说鼓励就是希望不要再征税 然后那当然就是不要替富人征税 那当然如果不征税的话 势必要Medicare一定要下降 那国防支出也要降低 那刚好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美国飞机又被打下来了 所以事实上我看美国军费短期之内 要大幅度下降恐怕也有些困难 所以也就是说我刚才提到这几个 一个国家如果有所谓的债务危机的话 这几个方法里面 我看最有效的还是就是财政政策 就是美国政府 歐巴马势必要降低他的政府的支出 另外就是低利率 那我刚才提到了这个美金的这个 这个购买力的下降 匯率的问题 所以这些都会影响到全世界各国 因为美金是全世界的准备货币 是全世界的货币 而且国家 美国几乎全世界的每个国家 都拥有美金的这个资产 所以这些美国一些政府的这个政策 会散布到全世界去 我想这也是大家所最害怕的 没错 我想刚程教授提到这个解铃还是吸铃 美国是不是有办法去降低支出 是不是有办法征税 我想全世界都在看 我们要休息一下 稍后再继续讨论这个非常吸引大家 也是攸关大家的这个荷包的话题